观影养生呢 我们最近也有一个产品 自助性行销一下 就是那个朝天宫他做那个水路的时候他有用的 叫做什么呢 叫做光合树 他是一种 一种什么呢 一种 讲原则好了 他是一种 第一 他最终的效果就是清净空气 能够把臭烟 PM2.5分层 能够把细菌最后最重要的 最后最重要的 新冠病毒COVID-19 COVID-19 这个东西就新冠病毒 这一类的呢 能够把它干掉 他把它做掉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 这个东西 你看人家已经那个 这个是我们的有工 朝天宫 那个北港朝天宫是我们的有工 这个呢 将来会换成 申其林 LOGO 然后呢 他呢 事实上是怎样 第一 他的效果是这个效果 但他产生 他是怎么样子产生 这个效果的原则 很简单 讲起来不困难 他是用一种特殊的 这个光电 作用 你知道光出去之后 会产生什么 才能量 能量会造成 空气当中的水分子 的某一种变化 那种变化叫做 过氧化氢 过氧化氢就是说 过氧化氢 就是说 水是两个氢原子 加一个氧 它多一个氧的分子 或者是氧的离子 放在那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它在空气当中 就会多一个能量 有电位 有电位 它会去打击 打击什么 打击细菌 病毒 PM2.5 还有各种味道 它都可以处理 为什么 因为只要它有 那个离子化的东西 它就能够去打击它 打击它产生什么效果 四种效果 第一 裂解 杀死 第二种 沉淀 第三种 也是裂解 但不叫杀死 因为它是 非 非细菌的 它没有什么活性 所谓杀死 就是把蛋白质裂解掉 那个什么 COVID-19就是 我们所谓的 那个病毒 就是 它不是动物 我们讲杀死 迫害它的蛋白质 那要不呢 就让它沉下来 要不呢 就让它是化学的 不是 无机的 让它有味道 裂开来 成为什么呢 成为二氧化碳跟水 就回到水来了 这样听懂吗 是这样 所以它的功能呢 真的很天然 那难难在哪里 难难在两件事情上 第一 你怎么能够让这个量 多到 像大自然当中那样子的多 而且浓度越来越 越够 你比如说 在密闭的房间里 大自然是这样 它是平衡的啊 但是在密闭房间里 它会越来越浓度 越来越高 高的话就产生更好的杀菌功能 这样听懂吗 是这样 那再来 现在我们讲说 高铁可以吃东西 请问你吃东西戴口罩吗 不是说要戴口罩安全吗 你现在不戴口罩 你说没有啊 他说他有说啊 他说旁边的人要戴口罩 你觉得旁边戴口罩就不会放下来吗 再来 走来走去没有人 那个人一定戴口罩吗 很难说 再来 万一戴口罩 他那个口罩是这样弄的 对不对 听说阿星啊 都帮你穿这样 就行了 还有内奸 内奸的车子的空气 不会飘过来吗 门一打开 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难说 难说 所以这些东西呢 你如果有一个随身带 他这个叫做屋子型的 还有一个随身带子 随身带子他就周围两三米之间 笼罩这个东西 所以他东西一靠进来 因为他是主动的啊 为什么叫主动 因为他有电位啊 他就去拌下去 他不是吸到肚子里 不是的 对于COVID-19这种 这种蛋白质 他是把它裂解掉 懂吗 就毁了嘛 什么是会 什么会把它转变呢 你比如说无机的东西 比如说那个甲醛 抽烟的那个味道 它会把它变成二氧化碳 跟水 还是一样在天空中啊 只有PM2.5会让它掉地上 那你说有人就说了 要这样不好 有人不够办了 你说不行 那个东西如果你把它弄大了 万一吸进去的话 不就怎么样 错 因为那吸不进去了 因为变大颗了 我问你 你会吸进粉尘 但你会吸进篮球吗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啊 你的肺没那么大磕啦 你担心什么的啊 它就掉下了啦 它就大颗就会掉下了 你就吸不住了 你听吗 它不然你吸到它就 嗯 就掉下了 它有什么 地心引力 所以它有四种功能 吸 让它沉下去 化学的无机物让它转性 那细胞让它裂解毁掉 那这个所谓毒 那个什么呢 病毒让它在蛋白质的时候呢 就崩裂 所以它有这些的 所一般讲叫做 杀菌裂解除臭 再加沉淀 所以会整个空气当中会很安全 那么呢 我们有几种产品了 这个是屋子内的 它大概15瓶 我们这次法会 过年法会 用最大颗的 100瓶 100瓶我打算大殿用几根 不习重本 4根 大殿200瓶 我给它用一倍 4根就变400瓶了 用 然后呢 栽糖什么 这就用大根的 那这个原理我注意很久了 还有一个好处 它因为是用光 吹风 把水做出来 把自然界东西做出去 让它充满空气中 所以呢 它在高雄 高一 长根 都有实质的细菌证明 杀菌证明 百分之九一九点几 都有看到我的那个 这个我可以po出来 那 更重要的是 它因为是用光合转化 所以 它不是把细菌吸进来 放在 网子上面 所以 它不用 滤网 你知道那滤网一打开 全部是浓稠稠的细菌 还没怎么样 还没拿去丢 你已经吸满一整年份了 你懂吗 所以那个滤网是在骗人的 不要讲骗人的 它其实是转移 那个脏东西的位置 集中到你家的机器里 这个不是啊 杀敌于万里之外 你懂吗 它那里就挂了 就掉了 就裂解为水了 永远没滤网 你用这个东西 不会怎么样 不会有耗材问题 再来 你说它会不会吸附脏东西 我说过了 它就不是把人家吸进来 它是把它推出去 让它自然界中掉落 所以它这根轴心 对不起 三 它要讲保守一点 三年 其实五年都没问题 它能量一直要挥花出去 它也会衰落 衰减 三五年 再来它不会造人 有什么危险都不会 为什么 因为它是某一种特殊的光能转换 光会怎样 没怎样 除了紫外光以外 它又不是紫外光 当然它有调整 这有它的know how 往下我就不说了 我有看过它那个数据 它那个数据 所以这个东西呢 是健康 干嘛 它没声音 还有 它居然有车内型 有膝带型 要的人赶快加一 我现在缺货 赶快 真的我没骗你 我刚才跟他凹了三十粒 这样子 老尼斯 看起来 我们带一个 我回去 好 然后呢 那这个东西呢 这个有 膝带型 有汽车型 有室内型 有大型一百平工厂型 就是这样子 我未来呢 可能还会再发展一些 怎么样怎么样 加持 比如说在佛前念念经 我把它什么东西放上去 比如说 我打算把 大悲咒放上去 限量版 限量版 海外也没有的 限量版 好 那么这就是 所以说养生 我不是不在意 但我们希望养生 不要造成我们多负担 万把块 然后没有负担 也没有耗财的问题 那安全使用 你也永远不用去 当然坏了 我就给你换 在时间内 如果以后就是这样摆着 它也没有所谓的粉尘问题 没有 它不是用离子化把你吸进来 它没有这种问题 我用过那个粉尘型的 用离子化 都一圆 黑银屯 都会 它把它吸进来的 它主动是在外面 那这个呢 就是我这样观察 理解很久之后 我发现说 它是对修道人 最没负担 最没有负担 而且最方便用 你带着也可以用 有人住山 他带着也可以用 住山很安全 没错 除非猴子也COVID-19 不然你跟猴子做朋友 没事 没错 可是你就不要给我出来 很多人住山是挂号在山上 人都在台北 你知道 我在埔里很多这样 那个大山 那个大山 我在埔里 结下NG三个月 从来没看过 他出现在埔里过 他都在台北 是这样 所以人还是要出门的 出门你就要坐车 你就终于带着 很OK 它是主动式 往外放 往外放 这样 好 好